欢迎参与西亚图废物回收计划 在这个录影片段里面 我们可以学到如何正确地处理废物回收 有些东西是无法放在家用回收车中 回收或者雕气 例如有害物品 让我们看看如何以最安全的方式 将它们处理掉 电子器材 旧电视机、电脑和螢光幕 可以在全市回收站免费回收 如需要回收站的地址 请上网站www.ecyclewashington.org查询 其他电子器材 如印刷机、手机和钢管 即通过回收组织的 Ticketback Network缴费回收 请上网站www.ticketbacknetwork.org 说拨打免费电话1800recycle 查询就近地点 如果付费市政府机构 都可以从你家门口的路边取走电子器材 请拨打电话206-684-3000 联络安排收取电子产品 请注意 这些物件必须保持干爽 并按照规定的收取日期放在路边 这些物品收取要按件收费 而且打电话的人的名字 必须列在收费账户中 废机油 如果你自己换机油 去多本地收车厂 汽车保养店 和加油站都可免费回收废机油 在你买机油的时候 问一下店员会否回收废机油 市政府单位 也可直接从你家门口的路边 回收废机油 将废机油倒入一家轮牛奶 汇车并扭上盖子 一定要将盖子扭紧 防止废机油流出 在正常的回收日 将紧盖的牛奶瓶 放在回收车旁边 每次限收两瓶 医行服务不收费用 也不需要事先打电话 民事政府有关单位联络 大件物品收集 西亚图公用事业局 还可以提供服务 让你省去将大件物品送到 转运站的麻烦 我们也可以到你家 上碗收取旧冰箱 床前沙发 和其他大件物品 请撥打电话 206-684-3000 要求安排收取大件物品 案件收费 家用有害费物 有害物和产品 鱼铦丝罐 油性油漆 草地 维护品 清洁剂产品 凌缸灯泡 和缸管 是严禁放入垃圾 和回收箱里面 他们必须送到适当的地点处理 如果要查询 就近的处理地点 请撥打电话 家用有害物品 专线 206-296-4692查询 或上网站 www.golflink.org slash hasweight 如果要了解更多有关 如何减少使用有毒 和有害物品的资料 请到以上网站参考 转运站 你可以亲自将 某些可以回收的物品 送到转运站 这些包括汽车的轮胎 延迟等等 请上网站 www.seattle.gov.util 或拨打电话 206-684-3000查询 西亚图回收 及处理站的营业时间 地点和接收 哪些物品 Ticketback Network 回收组织 Ticketback Network 是由一批零售商 收车厂 非牟利组织 垃圾收集公司 和回收机构组成 他们为某一些 不能放入垃圾桶的 电子产品和光管产品 提供方便的处理方法 请上网站 www.ticketbacknetwork.org 查阅他们接收 哪些产品 收费情况 服务时间和选项 记住 所有有害物品 都要求特别处理 请尽利应有之责 来正确处理有害物品 多谢你们的合作